起床了起床了 大家好我是老爷 今天呢是5月7号了 昨天啊 这边当地的一个非常热心的一个民警吧 然后为了给我找那个 就是以前检查核酸的一个站点吧 一个门的那个钥匙 他去那个县城 工具县城来回150公里吧 给我拿那个钥匙 拿到了 让我住在这个里面 然后他说你需要任何帮助 你可以去乡里面那个派租所 找他们帮忙 太感谢太感谢他们了 昨天啊我没有把那个抓笼睡袋套在里面 被冻醒了三次 就是卷在里面的 然后里面有一点温度 我又半夜又不想把那个睡袋拿开 所以就冻醒了 哇真的太冷 你看我现在冻的 差点这样我都冻的有点色色发抖了 这个 这个怎么会这么冷呢 难道就 就因为海拔四街四的远路 好了那么我先收拾一下 归纳一下 然后去箱里面弄一下我的摩托车那个电瓶啊 让那个师傅给我弄一下那个螺丝啊 我是实在是拧不上 哇 花雪了 难怪这么冷啊 这个箱子里面 等于是 这个房子里面 等于说是冰箱了 你看昨天晚上又下了一夜的那个雪啊 哇塞 这个上面你看 哎呦我昨天晚上怎么不把那个车子推到那个里面去了 哎呦 忘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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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你看这个扫把上全是那个雪啊 现在那个上面肯定全是寄满的雪啊 哪还怪会这么冷啊 肯定了啊冰箱里面一样啊 这个好像都没地方没地方放哦 哦放在那边 这个地方晒一下吧 哎呦 现在煮点昨天吃剩的那个 这个吧 牛肉炒那个豌豆 然后 嗯 我在盲川县还买了点那个荡面啊 就是放到里面去 应该没有坏的 哇开了开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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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自己煮到上面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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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点热乎的啊 刚刚去把那个睡袋又翻了个面啊 蓬松度一下子就起来了啊 本来的憋憋 然后等一下再多晒一会儿吧 因为晚上就睡得很好啊 经常被动醒啊 藏面 这个藏面啊 一般来说他们 本地的这边 嗯 那些藏面就是十万钱一瓦 然后就加一点那个毛牛肉的那个碎粒啊 在里面 外面做的也还可以 就是硬硬的 我这个可能是没有煮熟啊 我现在把所有东西已经都归纳好了 这个先 先先关一下 关一下 然后睡袋就放在那边晒 先 发动一下看看行不行啊 如果不行就马上去那个箱里面 哎 这个又好像成功了一半 啊 又打凿啊 啊还是不行哦 哦 我还拧一下油门的 哎呦这个 我这个里面有一个螺丝我拧不上去 你帮我拧一下 在这个里面我那我拆掉吧 没事你就当普通车修修好了 这个不是什么其他问题 嗯 你好 陌生 好 谢谢 这个 现在老板也检查不出来那个什么问题啊 只能再换一个电柄试一下吧 就是他这种是12伏12伏的 然后他这个是写的是13伏 是4伏的 试一下吧 换上去司马当活马医吧 然后实在不行的话 再想其他办法吧 这个老板 你觉得这个 你好 有点害羞 好奇 你看你看 这些他们觉得很好奇 打个招呼啊 这是他应该去吧 对 我做了 有点 想起来 想起来 谢谢老板啊 麻烦你这么久 麻烦你这么久 谢谢老板啊 麻烦你这么久 好了我现在已经从修摩托车那个地方过来了 那老板那个老板也弄了好一会儿 可能有弄了一个多小时吧 然后他就是之前是不是要那个换那个电瓶吗 那个电瓶他装上去之后 然后他他那边那个电瓶马达点了一下点不着 然后可能是他那个电瓶那个电力不够还是怎么着 现在用我原装的那个试了一下 然后他那个老板给我加固了一下 那个老板说可能是你那个螺丝松掉了 就是电瓶那个螺丝松掉了 可能就他就跑电了或者怎么着 然后就这样他现在给我你那很紧很紧 然后我一打就找就是没有像以前一样那种打起来就突突突突突突那种吧 然后现在也只能让时间来证明吧 好了 现在收拾好了 去派出所把那个钥匙还了 这个好了 现在出发了 但愿这个问题就已经解决了吧 绑好了 谢谢谢谢谢谢你 昨天谢谢你 太感谢你了 好谢谢啊 你回去了吗 回去了摩托车也修好了 摩托车坏了 摩托车坏了 对电瓶 太感谢你们了啊 再见啊 好嘞 我锁了吧 锁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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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orum 地盐 走 太咋大飞了 驾 怎 人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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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能买到肉 我还以为要到现在才能买得到 这边藏族的朋友都会主动的跟我们打招呼 就是跟我打招呼 特别友好 今天从拉土乡那边出来就没什么精神 因为昨天被冻醒了好几次 没怎么睡好 这杯咖啡在提提神 还要登记吗 哦 我说怎么把路拦起来了 哦 这里吧 这里吧 这里呢是贡爵县的一个叫查托村的一个村子 然后那边写的是中铁二十局 应该在这边附近修建铁路啊或者是 呃道路之类的吧 然后我也是无意中从那个省道二零二这边看走 看进了 就是这边有一个门开着吗 我以为啊就是可能是他们中铁二十局的那个就是做饭啊或者是工人休息的地方 没有到我刚刚进去看了一下啊这里面是飞起的 不过我那个摩托车好像有点下不去啊 那边等一下去看一下 或者是去那边 那边有一堆东西可能挡住了 呃从那边好像是可以下去 我下去看一下 你看这个自行车肯定是没问题啊 摩托车这样下去了 下去是可以上来怎么上来呢 肯定没戏啊 很不错就是这一间唯一的这一间门是开着的 你看还有窗子你看 可能这边的那个什么呃工期已经完成了吧 工程啊 这个应该是可以关的吧 关就好嘞 哎呀好好好 太棒了今天晚上又不用吹风了 太棒了 现在想办法把车子给弄下来 哦那边有个台阶你看 这边搞不好还有水啊 我带的水不是特别多 哦好像是从那边可以过 你看有这样台阶我就可以过了呀 哇不快挡住了吧 正好这一堆材料挡住了 哦从这里这里有点危险 哦可以可以可以 没问题没问题 从这里可以过去 绝对没问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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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气超棒啊 居然找到废弃的网子了 真的很难很难找啊 这个时候呢 我这个扫把就派上用场了 对吧 稍微的扫一下就好 其实也没什么 没什么太大的灰 这个灰还是挺大的 也不能太大 会氧起来的 稍微的扫一下就行了 钉子还挺多的 扫一下住着也舒服 对吧 好了 这个帐篷也装好了 然后我把用我的备用油箱把那个顶一下 风吹进来有点大 现在开始做饭了 这边还是时不时的有那个车子 从这边进来的 应该是 他们20局的吧 在里面有个工程吧 你看 在造那些东西 今天做的太有限啊 就买了一块 还是在那个超市里面买的 一块猪肉 这块猪肉还挺好的 冻起来 然后呢 这这包花生米就厉害了 这包花生米是在 我记得是在那个 贵州万峰湖 万峰湖那边买的 就是买了这么一包 那个花生 带了这么久吧 然后今天把它油炸掉了 油炸花生米啊 然后再炒 再弄一个就是猪肉吧 这个是在马上先买的 那个菠菜啊 这个菠菜五块钱 这么多 挺好的 然后还要弄一个就是 肉片菠菜汤吧 就搞两个菜啊 测试一下啊 哎呀你别掉了 水不够吧 然后先把这个花生米给炸一下吧 这个猪肉到现在还没解冻 这边的海拔现在是3000多 明显比起4000多 来不说要温暖很多很多了 你看我现在都温暖了 就是不知道这边还会不会下去哦 好了 多来点油 多来点油 好了 油也够了 然后呢 加入这个花生米 油炸啊 然后呢 这个火力不是特别够啊 然后呢 它这个炸过之后 它那个油更香了 它那个油更香了 这还挺过瘾的啊 油炸花生米 自己炸的比那个买来的那个我感觉更加的油味的哦 Bueno 我把它用波子炸了 这是给来看57多匙 明镜头 这个一定要不停的翻动 不然一会就糊掉了 差不多足了 然后把它盛出 有油漏就好了 没有油漏就这样盛一下 然后等一下把它憋一下 这个油好嘞 这个自己砸的花生油哦 这个猪肉它还没有解冻啊 没有解冻也没关系 还是给它来这个盐肉三宝啊 给它盐质一下 现在这个风大起来了 很大很大在外面 然后再来点黑胡椒盆 再来倒一点这个花生油吧 这个才是正宗的花生油啊 蒜一定要多 这个肉片和这个菠菜汤啊 今天呢是要做一款 做一款那个潮汕的那个口味哦 这个是我家里带来的那个 嗯 葱油和蒜头油吧 潮汕的 然后等一下弄好了之后 就换点一下 这个味道就香了 先把这个蒜和姜给爆香了 然后呢 加入这个肉片 还有放下去一点反应都没有哦 火力不行啊 火力不行啊 然后再来点这个波汗 然后再来点水 好够了 好够了 还有盐 Songs... 再来点花椒粉 再来点黑胡椒粉 好了,静静的等待开锅吧 开了开了 然后加入灵魂的葱和香菜 本来就是绿色的,现在更加的绿了 今天给弄个主食 放一个馒头吧 然后就这样蒸一下 然后呢,再加入这个葱油 潮汕的口味 葱油 两勺 再来加入这个蒜头油 也是两勺吧 这个多来一点没事 这个馒头好像有点爱事 这个好像像一锅黑爱料理咯 好了,开吃了开吃了啊 这个花椒米我刚刚已经加了一点盐进去了 然后呢,这个就把它直接盛在这个里面吃吧 这一锅一锅的话 有点夸张 这个如果吃不完,明天早上也可以嘛 其实菠菜又不占什么肚子的 对吧 哇 我感觉我不吃馒头都不饱了吧 啊,这个实在是等不了了 太饿了,烫就烫一点吧 一口下去,就是那种浓浓的 潮汕的那种蒜香的那个口味 成功啦 肉也非常的嫩 当然啦,牛肉都能腌得很嫩 猪肉肯定更加的嫩啊 你看 哇 哇 你看看,这个,这个好像是被我炸的有点老料了 确实是炸的老料的,有点焦味的 我去吃了 我去吃了 我看了一下 我的快递好像是 5月11号才能到 今天才5月7号 算了一下还需要6天 我这边呢 现在距离茶牙线的话 只有100多公里了 快的话也不用说快了 就是慢的话 也一天就到了 就到那边了 然后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距离那个 供业线程吧 也只有十几公里了 很快就到了 然后这附近我也不知道上哪里去转了 这个筷子真的太慢了 那如果实在没办法呢 我就改例子了 把它改到低音线那边去 告诉我到低音线去去 哇这个筷子超棒 现在呢已经是晚上时间的7点多了 我呢出来方便一下啊 这边啊很明显啊 太阳一下来 马上温度就降了很多很多 你看那个山上面应该在下雪了 就是那边雾气残了一样 那肯定是在下雪了 有点冷啊 我刚刚在那个帐篷里面还稍微好一点 然后出来这一会儿又刮风了 冷了 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明天再见 如果有喜欢老夜视频呢 麻烦你帮忙点个赞吧 谢谢了 下期见